西蒙 槟城首长人选一云 纷扰多时终于消散 选定了看守首长曹关友 随着党中央拍板定案 曹关友希望各方停止揣测 行动党上下更要集中火力 专心备战 是的 那这一起风波就戈然而止 但是在民政党的眼中呢 担心这只是权宜之计 只为了安抚民心 却掩饰不了行动党 想要撤换首长的意图 甚至怀疑行动党要让曹关友 当跛脚压首长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深夜发文宣布 候选人领选委员会议决 提名宾州看守首长曹关友 为首长人选 彻底粉碎来临州选 首长换人座的谣言 随着委员会拍板定案 也是西蒙宾州主席的曹关友 今天在巴扬巴鲁出席活动后表明 以平常心接受党中央的决定 虽然在这段时间有各种的谣言 那我相信随着中央领选委员会的决定 将会把整个冰州行动党 以及希望联盟的候选人 以及首席部长的人选 已经有一个清楚的交代 也必须停止这一方面的猜测 曹关友感谢行动党西蒙 以及首相拿杜斯里安华给予的信任 在任期届满前 他拿出过去五年的执政成绩 交给选民做评断 究竟由他领导的州政府 是否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也呼吁火箭上下集中火力 全力推动竞选工作 不过行动党这一招 在民政党看来 不排除只是安抚民心的权宜之计 民主行动党我相信是为了安住民心 因为要应付这次的州选 才这样一个决定 我希望这个决定 不要在大州选过后 有任何的变动 因为整个半个世纪 冰州首席部长是我们活人来当任 我们没有种族主义 可是身为槟城人 槟城最多的华人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槟城人 我们希望有槟城一个 华人首席部长 民政党全国树立主席胡洞强也认为 火箭预告槟州行政议员 郑荣大换血 美其民趋向年轻化 实则替换多名资深行政议员 而目的是要架空曹官有的首长权力 至于州选获胜之后 行动党是否履行承诺 让曹官有连任 坐满五年任期 都是未知数 胡洞强还调侃说 到时候会不会以健康理由被换下来 也不无可能 就会不会以健康理由于是否履行承诺